刚才呢 欣然在场上说了很多的问题啊 有一些问题可能无法证实 但有一件事我觉得还是可以得到印证的 就是咱们这位女士啊 脾气确实挺火爆的 安妮老师觉得吗 不仅是我感受到了 现场的这些大姐们也都感受到了 是吗 大家集体点头啊 这个大姐确实强势 当我们在公开场合对自己的丈夫 用一个手指头指着 很强势 很大声地说 你闭嘴 甭说那个 你先闭嘴 你先听着 那么这个就带有一种 伤害对方自尊心的这种感受 是吧 也就是说 这种场景如果放大回他们的生活里去 有可能这种事情在他们家庭 可能不分场合 不分地点 不分人群会经常发生 所以丈夫刚才那种委屈的流眼泪 我们全部都能够理解 在这种流眼泪的背后 即使是流眼泪 丈夫依然不愿意跟他分开 离了婚我还愿意再婚 这个事是比较有趣的一个事 其实安妮老师一说到这个话题 先生眼睛就又红了 又忍不住了 先生 其实我在想 每次一讲到你们这个婚姻的事情 一讲到您的难处 其实您就会忍不住地会委屈 会心里面很酸 是这样吗 是 他那哭都是虚来的 都是虚的 他在里面就哭了 哭 其实在我们这个场上 也经常会遇到 大家想起过去的事情 心酸委屈的情景 但是我觉得这位先生 让我们感觉到更加心里难受 因为他一委屈 一掉眼泪 就要背过去 生怕别人看到他心里面 这个软弱酸楚的一面 安妮老师 你有什么感受 我的感受是 他是一个特别隐忍的男人 他愿意把坚强的后背 留给大家 像他生活当中的一个缩影 但是他要把自己最柔弱 最受伤的一面 是留给自己 类似的婚姻里面 这样的丈夫 他会隐藏了很多委屈 委屈到一定程度 累积到99根稻草 最后可能就是一个吵架事件 会让他爆发 那么爆发出来 就是火山喷发 所以就会出现 那个夫妻的肢体上的冲突 50多岁人能哭成这样 而且我们从他的 平常的言语表现 就能看出来 他说话不是很利落 很善于表达 再加上妻子的这种强势 他就是更说不出来了 所以他所有的委屈 可能就化解成 他们中间的误会 所以我倒是想听听 大哥真正的心声是什么 他要失去这所有的一切 他并不是说对我 说有什么留恋 最后我想刘老师 您帮我们劝劝这位先生吧 我刚才就讲过去 特别想哭是吗 是吗 不还是不还是没事 没事 没事 其实数据实在 他对我真的 一点感情都没有 你可以充分地发泄一下 把你二十年来 你认为压抑苦闷 发泄一下 我当然希望您 第一 心放平静 可是一提到 这忍不住 忍不住 我刚才说了 您可以放声 一点我都不同意 没必要说到 谢谢 那好 咱们坐下 好吗 好 咱们坐下